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如此吗 在泰国新来有一个村落 那里的芭蕉树长得特别茁壮茂盛 村民都说有个漂亮的女魂附在芭蕉花上 现在启示录采访团队跟着泰国师傅来到这个村落 在村民带领之下 我们看到了一朵长得特别艳丽的芭蕉花 难道这就是村民口中的芭蕉精吗 我们还看到有部分的村民 把肺子粉撒在芭蕉树上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请看资深记者邱丽莹 范可欣 沈正风 来自泰国的追踪报道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我是被姥姥逼的 姥姥是一颗千年树药 我本来是出身官宦之家 被奸人害死路上 家父暂时把我的尸骨葬在老树下面 没想到家父跟着也被奸人害死 以后姥姥就控制我的尸骨 替她引来男人 稀缺扬起 这是什么 是老老的血 为了那种长了很久很老的树木才会有鬼 可能有鬼住在里面 传说树精靠着吸取洋气让自己更加茁壮 像这种以树木为主的长青植物 能力往往高于一般的鬼魂 这个树 它吸收日月精华之后 有的是它字体变成所谓的树精 树精究竟是一如电影般虚构 还是真的存在 我们在泰国青来的这个小村落 找到了答案 有这个花就代表有鬼魂 而且她说这个芭蕉树 芭蕉筋要成为的药件 还是必须要是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的鬼魂 才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的精灵 村民指着这一颗长得特别鲜艳玉滴的芭蕉花 她说有一个漂亮的女魂就附在这个芭蕉花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疼 没疼 有一个蓝莎的蚕蕉 有的蚕蕉 刚师傅是说这个芭蕉树上特别是容易会有这种精灵出现 就是会有鬼魂寄出在上面 那她如果我们不去理她 是会跟她相安无事的就是生存着 原来这村庄种了好几棵芭蕉树 有一天村民发现这个芭蕉花特别漂亮 特地找了师傅到村庄看看 没想到师傅一眼看出了端倪 他告诉村民确实有个灵体附身在花里头 很奇怪这里的村民完全没有恐惧感 反而常常拿贡品祭拜芭蕉精祈求健康平安 我们希望村民来这边请求能够让每一样的祈求都能够实现 能够应验然后种彩票啊幸运啊 大家来跟这个芭蕉树芭蕉精来祈求 套一句司马中原常说的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那么泰国人怕不怕呢 泰国人深信乐观除了常见的下降头巫术之外 神鬼对他们来说抱持的都是尊敬 善待不冒犯的态度 即便知道眼前这颗芭蕉精是鬼魂附身 村民们依旧视他为守护村庄的仙子 你们可以呢 他没有看过啦 但是如果 有看到啊 有看到啊 如果鬼漂亮的话他可以跟他在一起 村民请来师父不是驱鬼而是祭灵 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贡品彩带 书果 鲜花还有饰品 师父在树上绑上了彩带念经祈福 村民们有说有笑 诚心祈求芭蕉仙子 带给村庄好彩头 就在祭拜仪式结束之后 突然有人拿着废子粉 蒙往芭蕉树上撒 而这一个举动引起了我们好奇 这到底在求什么 我买了哦 看数字 一二三四十 真的有 真的他这边有出过彩票 他有数字了吗 有没有看过数字 有有有 真的有 有 有 有没有人种过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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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号盘 大号盘 十块 十块啊 他买了十块的彩票 中了五千块 五千块啊 对啊 对啊 就是他帮忙的 对 对他帮忙 对啊 我们都喜欢啊 不会怕了 据说只要撒上废子粉 晚上就会浮现数字 村民就是看了数字之后 买彩票中大奖 因此这里的村民 对芭蕉金 一如对待我们的土地公 一般尊敬 不过花开 也会花蟹 万一花蟹枯吻了 该怎么办 如果他在花还没有死掉的时候 鬼魂都在 如果花死掉之后呢 鬼魂就会离开 但是如果在这之前 他还没有 离开之前 我们把它拿下来做成圣物 是可以做成粉 做成一些祈福品的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 趁着树枯萎之前 芭蕉金会附生到 另一棵茁壮的芭蕉树上 但太小棵的芭蕉树 他可能看不上眼 我们带着 命理老师 在台北的某半山腰 找到了几棵芭蕉树 请老师看一看 台湾的芭蕉树和泰国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树来讲 一般为什么 它没有所谓的灵体 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芭蕉树要曾经 一定要旁边要广富 所以一般来讲 会有好几棵在附近 而且是密集的 相较之下 这里即使有好几棵芭蕉树 但显得娇小 养分不足 再回头看看 泰国青来的这一棵芭蕉树 高大茁壮 两者差异性确实很大 那为什么会藉由 这个芭蕉树生成芭蕉精 因为就是说 这个芭蕉精就是说 人死之后 他要找东西遮蔽 那芭蕉树它的叶子是密的 那如果说又有好几棵 这个芭蕉在这边的话 它就会聚集成精 那在吸收这个日月精华的话 它就形成所谓的树精 传说芭蕉树沾到了人血 就有可能成精 而且芭蕉精会幻化成美女 纠缠异性 如果不小心被芭蕉树精缠上 该怎么办呢 受到它伤害的人 把它的脚 用红线绑在它的脚的脖子上面 那另外要拉一条很长的红丝线 这个红线就是绑往这个车 这个家里的这个门外面 它说如果说特别要去找这种刷的话 要找男生来找会特别容易找得到 因为那人女鬼是比较喜欢男生的 如果睡觉的第二天醒来 那如果有受到这个芭蕉树的干扰 那个那一条线就会往那一个 其实那个芭蕉 芭蕉精的那个树的 树的那个方向 就知道说 那个方向的那一棵树 就是所谓的芭蕉精 而类似这种芭蕉树精 必须要利用中午阳光最猛烈的时候 砍下芭蕉树挖出树根 接着用火烧掉 传说在烧树的时候 芭蕉树会发出类似女子的哭泣声 每个国家对树精定义传说不同 像泰国人敬鬼神 除了芭蕉精之外 村民直接告诉我们 很多啊 不一样 鬼很多 泰国鬼很多 刚刚师傅是说 如果说要找女鬼的话 这种精灵特别要在这种芭蕉树上面 如果是一般的树木上面的话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老 比较男生之类的鬼魂 原来鬼魂也有性别和年龄的区分 这里的村民真的很特别 报名牌找芭蕉精 祈求在外平安 找的也是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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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要来 好皮 他说这里面有鬼 里头供奉的竟然是一家子的贵婚 当场可把我们吓唤了 这个鬼是帮助啊 协助这附近的村民 这一块地区 他说鬼是看不到的 但是他是一直在这个房子里面 是男生的 而且是老的男生 他的家属 那个鬼的家属亲戚都在里面了 对 所以他可能是有一家人一家子 都有在里面 传说这个鬼魂原本是这里的地灵 他就附身在附近这一棵百年历史的老树里头 因为经常庇佑当地居民 一如我们常说的土地宫一般 后来老一辈的村民 就盖了一间小木屋供奉 任何疑难杂症都找他帮忙 如果这附近的村民要去工作啦 去外地学习啦 都会来这边告诉这里面的鬼 要结婚了也会来这边告诉他 如果要做新家的话也是要来这边 每一样事情都要来通知他一次 如果生病了 如果不舒服的话 都是会来请他帮助 看有没有什么灵疗的方法 我们成功了就用鸡猪 来供奉 贡献给这个鬼 看过吗 可以可以 我们不看过啊 没看过 有听说过这个传说 但是没有人看过 村民说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 是真是假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确实有村民因为他而躲过了灾难 如果他的欺巧要做什么事 小孩子要去学习都要来这边求求他的帮助 曾经就是有人来求开车啦 或是交通方面的安全 后来发生了交通意外 那人都没有事情 车子损坏了 师傅说这里有好几棵历史悠久的老树 因此容易聚集阴气 不过这个地灵就像是守护神一样 庇佑居民 旁边放的这几匹马是他的交通工具 他说他供给他这个马的意思是说 他会骑着这个马到这个房子附近巡师巡逻 他刚刚跟他打招呼说我帮你清洁 只要诚心供奉膜拜 管他是鬼还是神 一样可以和平共属不是吗 泰国人信仰无奇不有 前阵子泰国演艺圈掀起了养鬼娃潮 据说只要供奉人称神仙的孩子 或者是鬼娃布偶就可以让事业顺利 裁员滚滚 许多民众听闻趋职若鹜 一窝蜂跑去买 不过这些民众似乎太疯狂了 他们不但带着鬼娃到庙里开光 还把他们当成是孩子一般 订做衣服到餐厅吃饭 甚至出国也要带着鬼娃 有航空公司甚至出售了娃娃机位 还提供餐饮服务 很多不知情的民众一头雾水 压根不晓得怎么会有个布偶娃娃 跟着坐飞机呢 不过就在媒体报道之后第二天 泰国政府下令 他们不干涉个人信仰 不过师父帮鬼娃开光 已经违反了宗教规定 因为盛传有人贩卖 装着人体骨骸的鬼娃 而大部分的订单 几乎来自台湾跟大陆 售价从3000块到1万元都有 究竟这些鬼娃 是不是传说中的小鬼 为什么在泰国会掀起气娃潮 反而在台湾跟大陆掀起了购买潮呢 继续是资深记者邱琳音 范可馨 沈正峰的追踪报道 你看像这种娃娃的话 它就是我们最近比较流行 比较新奇的那种娃娃神 一般的鬼 一般的灵是没有修炼的 所以它的脾气个性方面 会比较不稳定 一群可爱的娃儿坐在椅子上 它不是真娃娃 但却具有灵性 这些都是经过师傅开光加持的布偶 有人说它是神仙的孩子 也有人称为鬼娃娃或是灵娃 也有人是因为他想要求小孩子 他没有小孩子 那他一直希望能够养小孩子 所以他就会请古曼童来照顾他 把他当成自己亲生的小孩一样照顾 泰国演艺圈前阵子掀起养娃潮 很多人相信经过法师加持之后的鬼娃娃 拥有灵性 必须像小孩一样供养 从穿衣服或者是喂食甚至洗澡 都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疼爱 就算出国旅行 也不能把他放在行李箱 而是要特别购买一张鬼娃娃机票 要有位子坐也要有餐点可以享用 把他带上去飞机 或是比较公开的 把他当作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 可能也会引起不是这个信仰的人的 一个心理恐慌 所以他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可能泰国政府才会去停止 去禁止这样的泰国 供养鬼娃热潮从泰国延烧到台湾 就在台湾媒体大肆报导之后 泰国当局第二天立刻发出声明 没想到泰国当局下令之后 当地民众意外地出现了这样的举动 这个娃娃古曼彤是在新闻风波之后 的确是有出现了一阵气养潮 在泰国的媒体也都纷纷在报道 民众气养是因为这种开光的鬼娃 可能已经违反泰国宗教规定 但话说回来 气养难道不怕引发鬼娃复仇剂吗 娃娃或是古曼彤你把它气养 只是把它回送到庙里面 让庙里继续去供养 或者是让庙里去解决后续的问题 是不会遭到任何的报复或是他会找你寻仇之类的 就在泰国民众掀起气养风潮之后 我们发现在台湾网站也可以买到这种鬼娃 售价从3000到1万元以上都有 传说泰国当地有业者将骨灰装入娃娃体内 他们宣称这些骨灰都是经过高森加持 可以增加财运跟各种运势 而泰国当地网派业者接到的订单 大多来自台湾跟大陆 拨命李专家说供养这种鬼娃可得小心 无主的这种鬼 那变成说他也希望能够受到 所谓人家给他供奉 让他有东西吃 让他有钱花 你跟这个鬼娃娃的就好像是跟黑道 哪一天你被这个黑道反刺 那变成伤害了自己 甚至性命都没了都可能 所以养这个鬼娃娃来讲风险是比较大的 其实这种鬼娃来自于传统的古曼童信仰 早期的古曼童虽然也是小孩的模样 但大众的接受度不高 一般只到庙宇去拜拜 之后有师父经过改良 从第一代这种可爱的小鬼娃 一直改良成这种比较精致 仿佛真的是像小孩一样 因为外形可爱 才会在泰国演艺圈掀起风潮之后 民众也跟着疯狂抢购 骨头或者骨灰把它附在这一个 这个娃娃像里面 那经由开光加持的话 它也会产生灵性 这里它对一个传统中央过度迷信之后 就产生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造成生理上真正的不舒服 那像这样我们都统称叫做文化增肉群 有师父是说 他是有他特别的制作方法 去把它做成娃娃 那有一些人会觉得 古曼童他的古老的样貌 可能会比较不是大众化 能接受的样子 所以才把它用成娃娃的样貌 让一般人可以接受 其实泰国信仰无奇不有 不仅把鬼娃当成自己小孩喂养 就连过世的歌星也可以当成神来拜 它很有名 唱歌很好听这样 所以每个人都爱它 很喜欢它 那越南歌手的古灰就在里面 我们可以去看看拜拜它 据说这位泰国知名歌星 地位崇高 受人尊敬 他的知名度就像台湾人喜爱的 已故艺人邓丽君一般 而他的长相也跟邓丽君 似乎有几分相似 你看得到的东西 柜子啦 镜子啦 玩具啦 通通都是信徒觉得 他很理念然后送给他的 泰国人称他为月亮歌手 过世的时候其实不到三十岁 月亮歌手年轻又漂亮 泰国民众为了纪念他而盖了这一座庙 没想到有人求偏才竟然还真的中了大奖 他过世之后呢 就一开始呢 其实是只有少数人来拜 但是有很多人是来这边求彩票啦 求乐透啦 陆陆续续越来越多人中奖 开始这个还原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就这样子一直传开 泰国就越来越多人来拜他 生前他拥有很多爱戴他的粉丝 但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一段悲惨的婚姻 我流传说他在世的时候 因为丈夫可能跟他不是很要好 所以在他晚年生病的时候 丈夫都不是很照顾他 那他一直都在对这个爱情很苦恼 医生为情所困 没能得到丈夫疼惜 据说是他最大的遗憾 也因此当地传说 来到歌星庙什么都能求 但又一样绝对求不得 有此一说如果来这里求他的话 还是不要求爱情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如果男女双方纠缠不清想分手 来拜月亮歌手 据说这倒是挺灵验的 我们是有听说过 有特别有人想要来求 让这个爱情不顺利 然后双方会分手的这种状况 就真的来求了之后 双方真的就分开了 其实歌星庙里头 除了祭拜月亮歌手之外 我们在一棵大树上 发现好多的彩带悬挂在上头 一问之下才知道 原来这是民众的还愿品 而拜的竟然是树金 这个是泰国人叫妹骰童 妹骰童是一种树金 那他们泰国人相信在树里面 是有住一种像女魂之类的 所以把它做一个 有一点女生的样子的 一个形象在这里让大家拜 他们相信这个树上面 是有灵魂祭树在上面 传说这一棵大树拥有百年历史 泰国人对于树金 就如同对待神一般的敬仰 他们相信树金不会害人 只会帮助他们美梦成真 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树木 特别的灵感 会让灵体祭树在上面 可以借由它的力量 来帮助更多人完成愿望 很灵验 所以这整棵树上才这么多的 还原花带啊 还原的物品 泰国什么不多 庙最多 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庙宇 而大家祭拜的 不管是神还是金 他们相信 无败无保比 而这也让我们见识到 泰国人的信仰 真的是无其不有 欢迎回来 中国人爱拜拜 泰国人也爱拜拜 求财求事业 甚至求桃花 交传说 哪里的神林彦 绝对是一窝蜂 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四面佛 相神还有港台艺人 相当热衷的白龙王 都拥有死中信徒 而白龙王过世之后 就有他的小女儿 黄龙王接棒 在庙中为信徒解答疑难 不过这几年 泰国掀起了孔雀风 据说这一位活财富 很年轻 他才三十几岁 大家都称他为孔雀王 而他之所以引发热潮 是因为孔雀王 能够运用独有的 招财祈福法门 将许多泰国企业名人的事业 推向了高峰 也帮助很多做小生意的信徒 从小生意变成了大生意 灵验事迹 一船十 十船败 名神遍布了泰 兴 马 中 港 台各地 究竟孔雀王是何等人物 为什么大陆知名网站的企业家 也会找上他 继续是资深记者邱丽莹 范可欣 沈正峰 来自泰国的追踪报道 我们在刚来的时候 他其实这边的建设是几乎都没有 包含这些佛像 在泰北青莱府据说有一位年轻的奇森 在短短的数年里 就把一大片原本空旷的山地 新建成这一座雄伟的寺庙 最近几年他的那个建设很 就是还蛮快的 因为信众很多 信众都觉得很灵验 对 所以说他就 就是大家就一直攻身一直帮他 而且加上师傅又一直在外面法会 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建设到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子 这位年轻奇森就是他人称孔雀王 非假日的午后 孔雀王庙挤满了来自各地的信徒 眼前这一座雄伟的寺庙 耗时七年之久 兴建而成 据说这里原本是偏僻荒芜的山区 才没几年的光景 人潮若译不绝 而最大的功臣就是孔雀王 孔雀王人称古巴阿里亚查 古巴两个字是泰国北部一带 对一些道行高僧品德从高 成为僧侣至少十年以上的高僧 才给予的称呼 然而以当年才27岁的古巴阿里亚查 竟然能够获得如此称呼 说真的实在少见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传说孔雀王是泰北 这位最有名的师傅转世的 只是在网路上看过 说他对招财很厉害 大概就 我大概知道是这些而已 古巴1981年出生 是家中老妖 妈妈怀他的时候 有一天梦到有一匹白布 从天而降 盖过他的身体 当妈妈警醒过来后 立刻询问老一辈 这是什么预兆 因为白布是盖死人的 如今梦到被白布掩盖 他担心是不祥预兆 或者自己将会面临死亡 不过老人家却说 这是预兆肚子里的孩子 犹如白布一般圣洁 妈妈听了之后 终于松一口气 果然在古巴出生之后 身体白净 让人嘖嘖撑起 这位师傅就是那个 太北最有名的高僧 然后他一生行善无数 然后就是有很多传奇的事迹 然后相传他转世之后 就是转世成孔雀王这样子 十六岁那一年出家 成为沙弥的古巴 在修行过程当中 练就了深厚的禅定功力 在泰国广为人知的事迹 就是他在地洞届时修行十三天 这个地洞里面不能躺也不能站 只能够修缠打坐 不吃不喝也不拉 整整十三天 而这也创下了泰国 禅定修行最多天的记录 2006年也就是古巴25岁那一年 他梦见了一块福地 这块地就是现在孔雀王庙的所在地 传说背后有一段玄奇的故事 这块地是他当时就是说 他在打坐禅定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没有地 他那时候打坐禅定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边有那个红光是块福地 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地址 那些块地 对 然后来这块地的时候 就是他们就去问村民 然后才找到说这块地的地主 然后他就进去跟那个地主谈 然后就后来就跟那个地主表明 他要盖那个大佛的那个行愿 然后地主才 地主就是直接就是把这块地 就是公生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这块地 直接给了这个师父孔雀王 当年古巴只不过是一位年轻 又默默无名的高僧 他究竟有什么能力 说服地主捐地 原来当时古巴找了三公里 找到这一块福地之后 他走到了这一个地段的中央 蹲下来用手往地上一摸 口中念念有词 也不知道在念什么咒语 随后就立刻拿起了一颗石头 往袋里一放 请村民带路 去找地主 其实村民心里很清楚 这一块山坡地价值不菲 不知道地主究竟会开出多高的价钱 没想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结果把带路的村民下了木凳口呆 原来地主愿意将整片土地捐给古巴 只有象征性征收一分钱而已 而当初找到那块福地就是现在的孔雀王庙 本身的那个佛学的造诣那些去跟那个地主去弘扬那个佛法的方式去跟他说这样 孔雀王不过是三十几岁的年轻僧侣 他究竟有什么惊人事迹 得以在短短几年累积自己的声望 甚至大陆知名网站企业家都会找上他 而且只要孔雀王在寺庙的时候 就会有来自各地的信徒纷纷前来朝圣 一天上千人绝对少不了 有的时候他也会前往信徒家中帮大家解惑开始 我们透过管道得知孔雀王将在某天前往曼谷信徒家里 那一晚我们特地驱车前往守候 很意外在泰国的这一栋豪宅里头 也有来自台湾的信徒 原来他们听说孔雀王很灵验 特地飞来泰国请他开示祈福 对 希望可以招财 让他可以细腻一点 客厅里头挤满了等待的信众 主人热情招呼客人 据说房子的主人原本从事小生意 经过孔雀王独门招财祈福法门 生意越来越好 才有能力买下这一栋千万豪宅 因此他有时候会特地请孔雀王来家里 帮信徒祈福 一小时之后一位年轻僧侣 缓缓从楼上走下来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孔雀王 他说在庙里就有很多人邀请了 在庙里就有很多人来祝福了 但是这次有人要寻出来 可以继续做好 他们的邀请有点像是说 他们希望家里更好 皮肤白皙长相秀丽 脸上略显皮态 但古巴还是热情地为信徒开始 在泰国高森不能触碰女性的肌肤 这是一大禁忌 所以女信徒不能太靠近古巴 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男性没有任何禁忌 男信徒可以近距离地拥抱古巴 甚至亲手为他系上红色幸运物 朋友之间有传说说 就是带着他的佛牌 还是刺着他的那个金纹 然后都有招财的 然后做生意会比较好 台运增加很多 你自己这样子整个过程的感觉是什么 很不错啊 那因为我要回去感受一下 我才知道那种力量多强 谢谢 祈福过程中我们透过翻译问古巴 究竟有什么大人物找过他 古巴说其实很多来自台湾的艺人 大陆知名的企业家 甚至泰国高官都是他的信徒 但是他不方便透露别人隐私 只要大家平安健康 工作顺利才是最重要的 祖宝能够帮大家一起之后 他能够得到很好的祝福 工作做得很好 很多的 我们困台的困台 很多人都不够 很多人都不够 工资 工资 我希望可以讓他夾死,因為每次沒有辦法在台灣遇到他,因為他從來不來台灣 只有來泰國他也可以遇到他,而且他在南部不好去他那邊 因為他來幫忙,所以趁這個機會來這邊 他會招財,我們是經營那個塑膠業的,希望說能夠趕快揮房坑打這樣子 第二天我們來到傳說中的福地孔雀王廟,在竹殿的周遭我們看到了孔雀的造型 或許您很好奇,古巴為什麼又會稱為孔雀王呢 傳說孔雀聖誠在打坐跟送金的時候,都會有很多孔雀 就是靠過來,然後還有一些白色孔雀,那白孔雀在泰國當地 就是最尊貴最至上的那種存在這樣子 所以說很多信眾,因為看了很多,就是看了蠻多次的 對,所以說,就會直接稱他為孔雀聖誠,孔雀王這樣子 孔雀王廟建築雄偉富力,而古巴平常就住在廟裡頭 這一間不起眼的小木屋,就是他的小房間 非常的簡陋,甚至連一張床都沒有 因為古巴不喜歡太奢華,只要有木板可以睡覺休息就足夠了 孔雀王廟主殿裡頭,放了有高僧的佛像讓人朝拜之外 這一列擺放的就是元吉的師父 其中有一個最特別的就是九面佛像 相傳啦,他是要取用當地的九戶富貴人家的一塊錢 把它收集起來,融鑄成這個佛像 然後一起給人帶來一個福氣跟財富 所以我們都會稱他做九面富貴佛 如果說,信徒來這邊拜拜的話 他會拿錢幣把它投到這個象徵錢貸的東西裡面 然後祈求說,我用一點點的錢能夠換來很大的財富 非常的靈驗,因為它是 其實它的意義就在於說,它收集了很多人的這種 像九戶人家的財富來幫助你 把你的財運也給拱上來,抬起來的感覺 求財之外還可以許願 據說孔雀王廟這個許願波和許願粥 能夠讓您心想事成 這許願波,在上面的碗有每一個有每一個的意思 那,像招財啦,或是讓自己有名 或是讓這個債務消除 看每個人來這邊呢,只要拿個錢幣,然後許願望 許完的願望呢,把錢幣往上拋 看上哪一個就會得到哪一個的加持 這個呢,是比較有點像許願中的概念喔 每走一步呢,就敲一次,每走一步,敲一次 代表著說,您帶著很虔誠的心來這邊拜拜 然後把你的願望許下,讓天能夠聽到,接收到你的願望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招財胖女神 這是孔雀王親手塑造的神像 一手招財,另外一手幫你守財 這也是孔雀王廟中很受歡迎的神像之一 古巴是覺得說,可以把這個招財女神做得豐滿圓潤一點的話 代表著很有福氣,很有才氣 所以把這個招財女神做得跟外面的招財女神是比較不同的樣貌 而另一邊供奉的神像,我們看到信徒緊緊貼住神像的臉 口中念念有詞,疑問之下才知道 原來這就是所謂的許願女神以及祖師也 如果說,你想要跟她許願的話 你就在她的耳朵邊,輕輕地跟她講話 不要被人聽到 講完之後呢,再跟她神經地拜一下 她就會把你的願望收集在她身上 然後慢慢去幫你完成 這一座呢,它是泰國北方非常有名的這個祖師也 算是法術的始祖 所以如果民眾來拜她的話 都會祈求各種的願望都可以實現 像財富各種都可以 尤其她這個手指代表著說 這個祖師也給我們眷顧,對我們祈福 那我們把頭放到上面這樣 請求她能夠幫忙,能夠幫我們完成願望 這樣就完成你的祈願了 所以如果說她的許願的時候 如果說願望會實現的話 她那個就會有熱熱的感覺這樣 如果下次你回來要再還願的話 再拿這個布來把它蓋上去 代表你對她的一點心意還願 每個人心中都有信仰 求神拜佛或許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但千萬不要過度迷信 凡事新成則靈 歡迎回來 泰國北部有兩座非常知名的廟宇 一個是白廟,另一個是黑廟 一白一黑 大家都說這就是天堂跟地獄 白廟顧名思義代表著是純潔白鏡 它跟泰國一般金碧輝煌的廟宇 有很大的差異 這是由泰國一名知名的藝術家設計的 因為本身喜歡白色 所以整個寺廟主體就是以白色為主 大家都說白廟代表的就是天堂 而裡頭有一座橋 據說走過去之後千萬不能回頭 究竟是為什麼呢 而被稱為是地獄的黑廟 則是有另外一位藝術家設計的 它熱愛黑色,主體全部都是黑色 裡頭擺放的物品其實很怪異 都是跟死亡有關的展示品 究竟是哪些東西呢 而黑廟裡頭為什麼感覺起來 會有點陰森森的呢 繼續是資深記者邱麗英 范可馨,沈正峰 來自泰國的報導 其實宗教都是勸人為善 那你為惡的話就是像旁邊一樣 就是在地獄 所以你為善的話你才能夠往天堂路 所以宗教都是有勸人為善往天堂路 不要往地獄之路去走 全部的建築物都是用黑暗黑色為主色系 它主要是要去呈現那種黑色的意象 死亡的意象的概念 有別於一般泰國寺廟的金碧輝煌 這裡呈現的是一種潔白神聖的氛圍 大家稱它為白廟 是由這位藝術家所設計的 很多人說白廟就像是天堂一般 而白廟最吸引人的莫過於這一座橋 這座橋意味著從地獄走到天堂 橋的開始端是地獄 兩旁伸出一隻又一隻的手 他們都被稱為尋求救贖的手 希望從地獄苦難中得到解脫 而橋的另一端就是天堂 所以這一座橋是不許回頭的 否則你將會輪回到地獄去 人一身走過來都是空 那你只有勇往直前的走向佛走向神 那才是這麼大的 所以他把這整個路的兩邊 設置的所謂的這個鬼手 這個骷髏頭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好留念的 就是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走向這個天堂路 通常會告訴你說 你要一路走到底 而且是不能夠回頭 如果回頭的話就是象徵不好 你回頭不好的東西看的意思 一路往前走就是往好的地方去 在白色建築物當中 有一個唯一打造成金幣輝煌的建築 感覺就像皇宮一樣 魔鬼藏在細節當中 您猜得到這是什麼嗎 沒錯這就是化妝間 也是設計師非常引以為傲的設計之一 接著外頭兩旁的大樹上 懸掛著好幾顆骷髏頭 這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好像是要告訴我們一般人說 你要做一些善事要做好事 如果沒有做很好的事情的話 就會受到一些懲罰之類的 有天堂當然也有地獄 傳說中的黑廟同樣位在泰國北部 這裡最吸睛的應該就是 是跟死亡有關的展示品 黑來講代表陰 代表黑暗 那比較容易聚陰 才從入口處走到黑廟的主殿 一陣涼風吹上心頭 即使是早上十點多 主殿內卻充滿著詭訣氣氛 主體的全黑色系 看到的不是整隻鱷魚 就是曬乾的蛇皮 或是其他動物標本的擺設 又不是裡頭還有其他遊客 一個人走進去 還真的有幾分陰森感 它的設計上來講就是容易聚陰 那另外如果說它又把一些 動物的一些標本 屍體擺在這邊的話 那聚陰來講都會有所謂的動物靈 所以來講這個黑廟的 這樣的一個擺設來講 就是容易聚到這種動物裡 甚至有那個孤魂野鬼 如果說沒有受人供奉 也比較容易跑到這邊來 而設計黑廟的藝術家 就是他幾年前因病過世 這裡原本是他的住家 過世之後一家人才離開這裡 而據說這一位藝術家 跟他的父母親的骨灰 依舊放在黑廟裡頭 而他本身最大的嗜好 就是收藏各種動物標本 不但在主店內 就連其他黑色小屋 也成列了他所有 引以為傲的珍藏品 它裡面有收集了很多 動物的骨頭 皮 它雖然是有讓人家感覺到 有死亡地獄的氣息 但是事實上屋主 它本身是不殺生的 它本身是想要呈現 它自己心裡的一種 藝術的創作概念而已 有人說黑廟代表的就是地獄 或許這跟死亡收藏品有關 加上周遭都是黑色建築物 感覺有如地獄般黑暗陰森 運勢太不好的時候 最好能夠身上放一個 所謂的綠色植物在身上 然後比較不會去卡到那個陰 然後出來的時候 再把那個樹葉給丟掉 這樣比較不會卡到陰 其實黑白廟兩位藝術家 屬於師徒關係 他們曾經離開青來 出外闖蕩 直到功成名就 回到自己的祖國之後 各自打造獨特的王國 無關宗教 純屬藝術 但僅是意味濃厚 這是奉勸大家千萬拍樓不走 做壞事的下場就是到地獄 受苦又受難 有人因為宗教信仰獲得了心靈慰藉 但千萬不要過度迷信 凡事新層折靈 現在的體事錄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劉昕彤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